马云说,不要瞻前顾后,不要畏首畏尾,你今天不做的,或许就是永久的遗憾,不要鬼,路是自己选择的,走过的,错过的,都是自己的情愿,生命的路上。 耐心,使人获得了力量,耐心,使人认清了方向,耐心,使人坦途极尽,耐心,使人少遭波浪,循着古往今来的路,在耐心的帮助下品生活,为什么大多数人没有选择机会呢? 马云曾说过,如果你在二十岁的时候没钱,那是很正常的,如果在三十岁的时候没钱,那有可能是家境不好所影响,需要比别人更加努力,但是如果你在四十岁的时候还是没钱,那绝对是你自己的原因了。 这话说的真的很现实,不过不知道这样的话,对你来说是激励还是安慰呢?应该没有人会想着四十岁的自己还没钱怎么办吧? 现在我们常说的中年危机,真的等不得四十岁,很多人在三十岁的时候没赚到钱就已经开始急了,其实这也是一种好的信号,说明我们想要改变了。 那么,我们要如何改变呢?这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,如果你现在没钱,请做好这三件事,否则你真的会穷一辈子。 一,停止抱怨,抱怨能够影响一个人的情绪,当你总是在抱怨的时候,你身上的负能量就会积聚,越抱怨就会越消极,最后慢慢就消产了。 二,付出行动,很多人都想改变自己,但就是一直停留在想的阶段,而不是做,正所谓晚上想想千条路,早上起来磨豆腐,这样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成功,任时间流逝,你终究一事无成。 马云说,二时不勤,三时不利,父母给的叫背景,自己打的叫江山,请不要假装很努力,因为结果不会陪你演戏。 近来,分享经济在中国迅速发展,去给很多人带来商机,在家就可以利用互联网创业。 分享经济普及最广的是中国,收集互联网在家创业,带你实现财富在1325539219U。 看懂未来健康项目机,与这里使用移动支付的消费者达到86%,领先全球。 即使在中国农村,移动支付用户的比例,也有31.7%。 据估计,未来五年分享经济将年均增长40%,中国在中国制造2020和互联网加框架内,落实创新发展战略的方针,不仅促进了新技术推广, 还催生了作为新增长点的新生产部门和新型商业,特别是分享经济。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认为,分享经济在2018年,依然是大事左需, 但只有不断进行产品和模式创新的企业才能保持竞争力,实现可持续增长。 中国共享经济市场的体量已经十分巨大,去年中国参与共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7亿人, 与16年同期相比增加1亿人左右,提供共享经济服务的经营者也达到了7000万人。 即便是这样的市场体量,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仍旧有很大的潜力, 互联网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全球性的论坛。 任何人,无论来自世界的任何地方,在任何时候,他都可以参加,互联网永远不会关闭。 而且,无论你是谁,你永远是受欢迎的,你不会由于不同的肤色,不同的穿戴,不同的宗教信仰被排挤在外。 在当今的世界里,唯一没有国界,没有歧视,没有政治的生活圈属于互联网。 通过网络信息的传播,全世界任何人,不同国际,种族,性别,年龄,贫富,互相传送经验与知识,发表意见和见解。 互联网也是一个面向公众的社会性组织,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人们可以利用互联网,进行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。 而又有成千上万的人,自愿花费自己的时间,和经历蚂蚁般的辛勤工作,构造出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互联网,并允许他人去共享自己的劳动果实。 当然,与传统企业相反的是,当前全民创业时代的常态下,想赚钱,照对榜样,看准帮下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将自身优势和行业去世结合起来。 只有真正做到这些的人才能在未来赚到钱,2018年属于智者创造机会,强者把握机会,弱者错失机会,愚者害怕机会,面对机会,爱听才会赢。 与互联网相结合的项目越来越多,这些项目从诞生开始就是互联网的形态,因此他们不需要再像传统企业一样转型与生计。 互联网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,它正在对人类社会的文明悄悄地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,也许会像瓦克发明的蒸汽机,导致一场工业革命一样。 互联网将会极大的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。 人一辈子活着,有两个追求,一个是有钱,一个是值钱。 有钱的人不一定值钱,但值钱的人早晚会有钱。 一个人不断学习不断努力的过程,就是让自己不断值钱的过程。 值钱之前,是你求别人,值钱之后,是别人求你。 值钱前后的这一转变叫做价值转折,也就是一个人的个人价值从量变到质变过程。 学习,让自己值钱,永无止境,很多人都相信,机会可遇而不可求,所以很多人就把他们宝贵的时间,用在等候机会上。 其实,如果你有过人的勇气,睿智的头脑,勤劳的双手,那么你也可以创造机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订阅本频道,订阅更多相关资讯。